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有些电影来看 其中发生了袭警暗暗 警医分局警员追捕一台白色轿车 拉扯中棍棒被嫌犯夺走 头部遭到多次重击 索性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受伤的远警被送到担架上 表情痛苦 贴满纱布 受伤有多处的插错伤 因为前几十分钟 他在街头和嫌犯上演追逐战 警棍被嫌犯抢走 被痛恶一顿 案发现场拉起封锁线 就是听到打斗声 打斗声枪就丢出来了 20号下午三点多 金融卫星远警巡逻时 在仁岸区南新街口 发现一辆白色轿车里头的人 鬼鬼祟祟 没想到车上两名男子 没想到车上两名男子 看到远警靠近 就把腿狂奔 甚至逃进了民宅里 我们远警在我们车内盘查一台可疑人车 有一车两人 前一人见我们盘查立即逃逸追逐 然后到我们车区内有汽车逃逸 后来被我们警方查获 过程中我们远警有一人受伤 轻伤 已经松一无大碍 嫌犯编淘还把身上装满子弹的枪枝 往楼下丢 还趁机抢走远警的警棍 转过头把远警打倒在地 但仍然被后续赶到的资源警力逮捕 索性急救之后 远警意识清楚 本分局远警展开追气 自南新街一带时 翁姓男子汽车逃逸 远警上前制服逮捕 过程当中男子与卫性远警发生扭打 致使本分局远警警棍掉落地上 为翁邪拾起 并造成本分局远警头部受伤 右手脱臼 随后分局远警能强势执法 随即将杀逮捕 现场并取获毒品 及仪式改造枪支两把 仪式毒品交易漏了线 两名男子过去都有毒品前科 这次不但持毒涌枪 加上又袭警 罪上加罪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在这里来看 金融市老年人口数突破了18% 长期照顾也越来越重要 金融市政府社会处举办 金融市第七届 机有长期照顾服务人员表扬活动 市长林悟昌 鞠躬感谢大家专业辛苦的付出 属于财团法人金融市飞银生命关怀协会 现年71岁的若吉犬 从事1966长照送餐志工已经有四年 他表示要做到不能做为止 我希望可以做到多久 我也不晓得 可以做就尽量做 对 而为爱走天涯 当年从台中跟着男朋友 到基隆加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从事长照服务的 于彩华表示 在这份工作上学到很多 来到基隆之后 我也曾经想过 之前一开始很辛苦 那人生地不熟的时候 回家那时候想爸骂他 怎么把我带到基隆 但是现在就觉得说 其实基隆也是一个好地方 那或许就是未来 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生活 然后有工作 感情 家庭都可以很棒 他们两位都是基隆市第七届 基隆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表扬活动的得奖者 其他包括获奖的 基隆市卫生局 照管专员彭怡君等人 都是付出最大的心力 在基隆市长照这个区块 获得认同 由于基隆市老年人口 已经突破18% 长期照顾也越来越重要 因此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举办的基隆市第七届 基隆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表扬活动 除了用新级饭店美食 犒赏之外 更由基隆市长林又昌 亲自逐一颁发奖杯 自赠给来自工部门 以及民间各单位机关的 基隆长期照顾服务人员 用95分的高分 肯定也居公感谢 大家在工作岗位上的 付出和努力 总共有16位的我们的伙伴 那市长也特别借今天的机会 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基隆市的长者的人口 已经超过18%了 那这个是有很多的长者需要照顾 那这个健康的不健康的 都类型不太一样 当然中央现在的 长照的一个政策 越来越完善 也越来越 这个安全网 越来越成熟 那也这个要谢谢大家 的一个协助跟帮忙 有越来越多的 我们专业的照顾的服务员 还有我们经过训练 之后在这个协助 在照顾长者的 这些服务的同仁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好友 就是我们的志工的好友 那所以有很多人在帮忙 有很多人来协助 我们今天有社会处 还包括我们卫生局的同仁 那市长也借这个机会 感谢所有同仁的一个 付出跟努力 大家都很辛苦 不过大家都做得很好 市长特别记得今天 深深的感谢大家 如果要市长打分数的话 我想应该有个95分 包括专业服务奖 服务模范奖 以及长照好友奖三大类 所有得奖受奖的人员 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 市长林又昌也带领 包括社会处长吴挺峰 卫生局长吴泽成 以及市议员庄隆青 童子伟 庄景田 秦珍等人 一起和得奖人员合影留念 更在用餐期间 和社会处长吴挺峰 卫生局长吴泽成 以及市议员郑文亭 陈宜等议员逐桌敬饮料 感谢大家的辛苦和付出 更不忘展现亲和力 帮忙拿手机自拍合照 用实际的行动 感谢也力挺这群长照人员 记者吴俊梢 基隆报导 不难工作的力强 人还长得很漂亮 好漂亮 中特区第一条跳蛙公车上路了 深受民众好评 基隆市议员江建玉建议市府 若未来载客率提升 市府应该要协助争取 基隆客运加开班车 这个跳蛙公车的 瑞芳到南港转运站 跳蛙公车的市营运 市营运去参加了之后 本席有能够跟这个陈议员 陈宇陈议员还有这个郑文廷 郑议员有去搭乘 那么回来之后 我们深获得基隆市民的赞许以及肯定 亲自搭上中正区跳蛙公车首班车 市议员江建玉体会通勤族往返交通便利 在议会分享跳蛙公车的便利性 希望市政府协助增加班次 因为我们当天到这个深溪路跟这个孝东路 就是深溪路跟深澳坑路的交叉口 微笑台北社区的这个那一站 那一站这个搭车的时候是时间是七点 刚好七点整 差不多七点整 到了这个南港转运站的时候 时间是这个 时间是这个八点 大概零五分左右 我想说希望我们交通处 能够建议我们基隆客运 将来这个在发车的时间 是不是能够提早一个十五分钟 为什么要提早十五分钟呢 因为如果说能够提早十五分钟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开那个细科那个路段 这个交流道的一个塞车的情形 因为那一段的话 这个在这个这个上下班的 刚好我们这个如果说提前一个十五分钟 那么可以避开那个避开那个塞车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就可以让这个到达那个南港转运站的时候 大概是在七点四十分左右 如果上下班的或者是学校的学生通勤的话 那么在那边要转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大众运输系统的话 比较方便 而且时间比较来得及 希望说我们交通处能够做这一方面的建议 让我们这个跳跋公车 这个将来 希望这个营运一切正常 如果说这个将来搭乘的这个客运量 如果能够超过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将来再做这个正班的一个 市议员张建宇说 在基隆捷运还没通车前 市政府应该多替民众争取成绩公车 跳跋公车等便捷交通 让上班族通勤更方便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接下来和平岛的观光正夯 但其中隐藏平一路 二十三项内的和平岛市场却老化破旧 地方发起了商圈筹备 市场林悠昌建议可以参考日本轮岛招式的模式 串联岛内的文化路径 一个当时经过政府认定就是战志的摊贩区 当然这已经是历史的成科已经很久 那和平岛市场 已经不是一个公有市场 但多达92摊 那本期近期因为 这位跟海大USR的大学实践社会责任的团队 长期三年来在和平岛进行相关环境改善 跟对整个社区做相关的协助的工作 和平岛市场变成近期 我们非常关注 相信各位在近日的媒体上都有看到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跟政府的合作 来找出事法的方式来活化和平岛市场 这个方式讲开来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利用政兵跟和平岛在市政团队的努力之下 现在这么新兴而且人气很旺盛的一个地区 来创造一个商权 透过跟社会处申请商权发展协会 跟产发处来成立商权的合作 希望能够让和平岛这个市场来活化 中正区和平岛市场何去何从 在议会成为议员关心的焦点 这边要救教市场 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指示 这个过去和平岛市场给你的印象 我也听当地理想讲过 多次的要找您帮忙修复屋顶 当然因为它不是公有市场 所以市政府的公布门预算是不能进去的 而地方民众又缺乏相关的这个引导 资金上倒没有这么的粗浅 要花钱来当然大家要花钱 但因为过去92摊剩现在18摊 甚至有的摊位是现在 以一天100块 一天100块的费用出租给 有兴趣来卖这些家庭用品 那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把它转成年轻的 像市政团队这几年来一直在办的 这些市集的方式来举办 以市长您的经验也给我们一些建议 针对正兵和平岛商圈当中 我们先就这个原本就在地人非常频繁使用的 虽然现在老年化 它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购物的一个地点 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们之前讨论就是说 可能要先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这个地方的定位的问题 它还要再回到过去所谓的那种传统的 这种菜市场吗 还是说它的一个定位必须要做改变 那我们之前曾经思考过 包括像日本有一个像轮岛的一个招式 它虽然是卖一些民生的一个用品 不过其实它已经完全都观光化了 那些长辈在那个地方 阿婆或者是说那个老先生在那个地方 卖地方的农特的产品 它变成是一种观光的风情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那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有机会的话 应该是往这个方向来做思考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 诸生教堂的这个遗址 在最近这一两年 我们应该就可以把它整修成一个 完善的一个观光 或者是可以进行参访室内的一个空间 那它离这个 你刚刚在讲的这个 和平岛市场其实很近 也就是在旁边而已 那离我们的天后宫也很近 那天后宫又是台湾第一个 这个最北部第一个这个妈祖庙 那所以我们曾经也思考过 怎么样把这个所谓的文化的一个路径 如果能够串联起来的话 我们觉得是很有这个潜力 所以我是建议可能往这个方向来做思考 会比较好 如何让传统市场转型 恐怕要大家集思广益 找出未来的发展定位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员庄敬盛在议会上指出认为 基隆捷运一定要透过各种沟通和规划 克服困难来新建 不但可以让基隆市的城市缝合 也可以带动基隆市港未来的发展 基隆捷运到底会不会新建的问题 吵得沸沸扬扬 基隆市议员庄敬盛认为 基隆捷运一定要透过各种沟通和规划 克服困难新建 不但可以让基隆的城市缝合 也可以带动基隆市港未来的发展 庄敬盛更要市长林又昌记住 不管未来高飞到台北市长或是交通部长 都不要忘了自己是基隆人这个身份 假设我们废除掉台铁这个路廊 我们以明挖的方式地下化 甚至我们其他去找所谓的替代 因为我们只要在 在我们南农路殡仪馆对面的隧道 因为过去之后有八毒铁桥 如果能够在旧市场那一个区块 能够做一个临时暂停 让我们台铁来去在我们施工 明挖这段时间能够去施工 而且我们台铁能够维持我们的酝酿 让我们通勤处不会让我们这 大概六 你刚刚讲的六七年的这段时间 造成一个很大非常大的困扰 我们可以在市区上面去做接驳 公车上面的一个调整 这边我想应该是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们身为基隆人 而且我们是基隆港 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良的天然粮港 基隆港 我希望我们的首都圈应该要连接我们的港口 未来我希望市长你能够在交通部 在提出所谓的这些方案里面 能够去提出我们城市缝合 能够非常去强调这件事情 让我们基隆市的一个需求 能够真正让中央能够知道 不要让他们觉得只是在荧幕上面看 用想象的 实际上要来基隆了解我们基隆人 这样才是能够让基隆更好 因为以后啊 市长你有可能往上发展 有可能交通部长 有可能台北市长 对不对 但这个格局你还是会继续为国家努力 但是你别忘了 你还有一个身份永远撇不开 那就是你就是基隆人 所以你的责任永远在你心里面 不是说你卸了 你跑了就没事了 我希望能够谨记这件事情 对于庄静胜的分析 市长林又昌达巡时更说 忍不住为你按赞 庄议员这一番讲话 说实在我非常的感动 忍不住要为你按一个赞 那一个 你刚刚的分析 其实非常的精辟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要求说 巴督到基隆端的这个方案 一定要拿到地方来讨论 因为你刚刚就讲出好几样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都是交通部或者是工程规划单位 可能是没有想到的 但只有地方理解地方的人才想得出这些方案 没有人比我们更熟悉基隆这个城市 也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说 什么样到最后是最可行的 最有共识的方案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我非常的认同 所以很忍不住说 非常谢谢你 然后帮你为你按个赞 林又昌强调必须提出各种工程方案 为了让后面工程进展越顺利 和民众越有共识 在前面的讨论能够越充分 各种方案都能够提出来 让民众都能够理解 他认为后面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就会越顺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不住好转开名车 我想要天天上云排包 断断吃高级热利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醒醒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勾证时要确认证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新楼市政府关心您 没问题 我现在立刻发音没有给你 客气带来便利 缴纳地价税看我一直搞定 现在只要使用行动支付业者的APP 转到税单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完成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也能让你轻松缴纳 线上缴纳一直通 在家搞定 真轻松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正裁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家府基金会已在国际儿童人权日前夕 针对学龄儿兽 自我心情认识 与抒发方式进行调查 发现竟然有两成的儿兽 陷入负面的情绪 出现想不开的念头 因此呼吁社会大众 共同关心儿兽的心理健康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而且我不敢交朋友 我害怕人群 国中曾参加选秀节目的歌手谢正廷 诉说当时因为校园生活 与家庭发生巨变 让他成天以泪洗面 就医后确诊为忧郁症 经过专业治疗才逐渐好转 家府基金会针对学龄儿兽 自我心情认识与抒发方式进行调查 发现竟然有两成儿兽 陷入负面情绪 甚至出现想不开的念头 我们问他们最近一周的心情是如何 我们发现有53.9%的孩子 时常或总是感到疲倦 那我们也发现说进一步询问底下 有两成的孩子 有想死的一个念头 甚至他们一周之内一半以上的日子 是处在负向的情绪之中 家府基金会请来儿少代表 分享他们如何面对压力 金中奖最佳潜力新人奖李毅乔说 会用打枕头来发泄情绪 文英佐则认为面对压力 最好寻求专业协助 就去跟枕头讲话 讲不顺的话就丢它 然后就是丢完再写嘛 那不想写就丢嘛 我自己有需要的话呢 也会去使用到 例如说辅导室的这个专服的一个资源 那因为我认为就是这个辅导室资源 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专业的一个 辅导的人员的一个物谈或者是倾听 那可以达到一些 就是解决我的情绪的一些困扰这样子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近五年儿少自杀通报人次 激增3.7倍 2018年起忧郁倾向 罹患忧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 更要身儿少自杀原因守卫 呼吁校园建立定期心理健检机制 避免憾事发生 记者林锡惠以台北报道 迈入第四届的美丽基欧影像争选竞赛 入围名单公布 今年首度限制参赛作品长度为一分钟 考验参赛者的创意及拍摄剪辑的功力 入围的20部作品让评审大为惊艳 有的影像唯美 有的剪辑方式变化十足 更有凸显戏剧张力的创作 让评审的印象相当深刻 电影感 然后她从一开始到后面就很期待 很期待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 所以一直到最后女生冲向一个平台的远方 那跟一个人告白 一低头才知道原来基隆是那个男生的名字 所以有一个很让人家会心一笑的一个剧情 第四届美丽基隆影片摄影创作比赛 影片组入围名单公布 今年首度规定参赛作品影片长度限制为一分钟 考验参赛者在短短时间的叙事能力 创意与拍摄剪辑功力 陈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的评审 李嘉怀就很支持这样的做法 除了提供奖金给参赛者鼓励之外 我认为基隆市政府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 就是将影片的规格定在一分钟以内 这个跟市面上的一些比赛有了市场的区隔 那一分钟的叙事能力和条件 会跟其他的片场有所不同 这除了是给参赛者的挑战以外 也可以发展更多创意的可能性 连伴世界的美丽基隆 已经成为影像创作者发挥才华的指标性平台 第二年担任评审的福尔摩沙国际电影节创办人 知名导演洪马克表示 今年参赛影片水准普遍提升 影像语言接近新媒体的风格 质感上都有大量的提升 那其中也不乏有很多很特别的作品 那所以今年在评审会议上 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讨论 就是每个评审都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大家都很用力的在交流 那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终于评选出最重的这份名单 美丽基隆影片及摄影创作比赛颁奖典礼 将在11月26号下午登场 影片组部分 首奖奖金12万 二奖6万元 三奖3万元 同时将选出三名优选及五名加作 还有人气奖三名 摄影组部分则选出基隆之美12名 优选5名 及加作15名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青森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